今天在线上观看我们节目的所有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高教交流基金会的董事长 也是成功大学的校长苏惠珍 因为COVID-19的影响我们全世界特别是在高等教育的环境里面产生什么样的冲击发生什么样的改变 大家都很自然的想象到我们已经感受到很多很多国际师生们来往移动上面所受到的影响跟冲击 我们也惊艳了很多很多在校园里所产生的新的教学模式或者因为一个新的科技 我要特别谢谢今天我们包括有文早外语大学的陈校长 红角大学的李校长以及在我旁边的清华大学的贺臣校长 跟我们一起在Open世界讲堂At Disha 台湾的校园防疫线上节目当中 跟我们一起从三个面向来分享一下他们各自的经验跟观察 我们第一段时间会先来了解或者探讨一下 在远近教学跟校园的生活学习端所看见的风貌 我们要特别先请陈校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COVID-19的关系 所以我们的所有的学习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一个现象就是online跟offline会变成是一个生活上的一个模式 那以文早来看跟很多大学是一样的 在过去十几年我想很多大学的数位内容教材 不管是同步非同步都是非常的丰富 而且已经是准备好可以同步上线上课 线上开学线上活动线上讨论线上会议 会在一年之间整个发生这么的快速 所以整个校园的学生的改变也是非常的多 我们有时候也只能从线上跟我们国际的同学开一些会议 或者是说庆祝他们的生日 庆祝他们的节庆 那虽然是没有办法在学校有很多的一个直接的接触 但是从线上是敏不我们整个的接触的不足 那另外一个我们比较重视的就是说 在online没有办法接触的就是人的温度 人的关怀 那这个部分在容许之下呢 我们常常是还是举办多元的学习活动 不管是课内的或课外的 因此我会看出一个端倪就是说 远距课程它必须是要有 但是呢远距课程的offline这件事情 我们要怎么样去跟online一起做结合 还有它的百分比还有它的成效 跟它的教材怎么样制作 会将来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关于这一段呢 我是不是也请冯甲大学李校长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们建构了超过一千多门课程的远距教学 但是我们提供的学生是实体线上的一个远距学习 每一个学生上课还要点名 那如何维持这个教学品质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所以我们的老师我们的TA 来提供学生实时线上的课程 这个下课之后提供在我们的教学平台上面 让学生有学习的内容 让学生在上面能够实质的参与我们的讨论 让所有没办法实体回到冯甲大学的学生 都能够上到优质有温度的远距课程 我想绕着这个精神 无论是陈校或李校长分享 我们都在用各种方式希望确保无论是线上课程 或者国际连结的或者国际的教育 都能够确保它的品质 完成它的学习成效 那就这个面向不知道贺藤校长 有没有什么观察或者有什么心得 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当这个教学和课程走向线上 这个是已经是一个趋势 譬如说我们使用的Big Data 来分析同学在看这个线上教材的时候 譬如每一张投影片逗留的时间 譬如说它出现的这个小考 或是小问题 它的回答的情况 利用人工智慧 把许多的不同的同学这样子的表现 终整起来之后 会回馈给同学一个 譬如告诉某个同学 你下次考试的成绩可能是多少分 建议你什么投影片 或者什么教材 能够再看一次 或者是建议他在做下面的几个题目 类似用这种的方式 我们叫做AI助教 或者叫机器人助教 所以这个是我们希望在疫情的阻隔之下 能够让海外的学生 在远距上课的时候 还是能够保持更好的上课的热情 跟学习的动机的一种方式 那么疫情开始的时候 学校是不是也充分利用这个机会 把科技带入环境当中 来减少疫情的扩散 甚至研发出一些新的研发资源 那这个部分我是不是李校长 来跟我们分享逢小的经验 冯甲大学开发了一个自主健康管理的平台 确保每一个进到冯甲大学上课的学生都是安全的 学生把这个体温登陆上了自主平台 我们秀出了每一天的pass 那学生就能够安全的进入到这个学校里面来 所以后来我们就第一个开发了 学校的这个红外线的检疫的体温仪 后来当这个红外线已经开始 这个能够拿得到的时候 我觉得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让学生能够自动的登陆体温 怎么样登陆呢 学生只要他有一个自己的ID 或者他有自己的QR Code 我们只要读一下就自动就可以读取所有的这个体温量测的数据 进到我们的自主健康管理平台 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们来做了一个这个所谓的Track Track我们的这一个未来有可能的这一些学生 所以我们只要下载了我们的Tracking的这个APP 我们就可以记录我们的师生移动的状况 一旦有任何一个学生report 他是一个可疑的这个确诊者的话 我们就能够做好自动化的疫调 很令人开心 所以这个部分在清华大学的经验 或者有没有也刺激出一些新的研发的这个成果 一个方面是因为有大概200多位老师 对生医的研究是很有兴趣 所以他们当然觉得这是一个世纪难得的一个重大的议题 所以有很多人投入这个有关于快筛 就是快速筛检以及疫苗或者是药物不同的面向的发展 我们看到一些比较显著的这个方法 就是他们可以用一个portable的方式 以这个维基电系统为流道的设计 能够侦测出特定的物质 所以大概10分钟左右 加上这个notebook 大家可以立马在那里等一等 就知道这个结果有没有 所以这是一种方式 另外一个更特别的是 现在正在美国的这个FDA申请紧急医疗上市 他是一个针对已经确诊的阳性的患者 看看他会不会走向重症病患 因为重症往往是压垮医疗系统最重要的这个一个情境 因为他需要呼吸器 那这个是器材上面限制 所以他有一种发炎所导致的物质 这个物质如果被监测出来的话 那医院很快的就可以部署做相关的医疗 那如果不会进入重症的话 那事实上医疗设施也能够有效地腾出来 给其他需要的人来使用 那这个呢他的时间很快 三分钟大概就可以知道 这个阳性患者会不会走入重症 那这件事情我们正在等待这个美国FDA的结果 看看希望能够紧急医疗能够赶快来推出 其实在疫情发展的这个路程里面 有一段时间我们是跟我们原来的国际学生 在联络上或者是在协助他学习的部分 是有一些距离的 那科技有没有有效率的帮忙这个部分 那个是不是李校长分享一下 我们做了一个dashboard来掌握所有的学生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这很关键 因为我们有在东南亚的甚至于在欧美的一些同学们 那这些同学们因为种种原因他没办法回到学校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掌握他们的这一个状况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校内的一个dashboard 文早那边其实外籍同学的区域跟这个来源也特别广 科技有没有也协助文早能够来做这个积极的协助跟管理 陈校长的经验怎么样 文早比较多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用不同的软体 去让学生知道说他们可以有多元的学习方式 所以比较有点像客制化 哪一些学生他觉得他用哪一个软体 只要同班同学认为我们可以接受 哪几种的科技的运用他们就接受 那另外一个当然我想台湾应该最进步的 就是我们的整个人工智慧 还有我们的AI这个部分的学习 我们对于境外学生来了之后的一些准备跟调试 那这一年全台湾的大学都看到 相当相当数量的外籍生的成长 也许赫实相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从我们开始把他们接回校园 或者我们迎接新生等等这些部分 怎么样让我们的外国同学在这里更觉得有链接 有适当的辅导 在社群里面融入 我们可以分成几个阶段 一个就是他实际入境前 入境前我们要跟他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络 因为时差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通常会有同任轮班 一周七天一天24小时 随时保持联络回答问题 特别是因为我们的疫情的管制措施 常常会更新 所以我们会需要有一个单一窗口 跟一个特定的学生来保持这个讯息的更新 而不会是在不同的人在不同步的状况下产生不同的困惑 甚至我们还需要跟学生的家长谈一谈台湾的疫情 让家长能够放心 所以这些都是在疫情前可能需要大家安排的事情 那当然落地之后呢 首先我们会需要迎接他们到这个检疫的地方来住宿 那这个时候通常大家都会提供一个爱心包 那爱心包当然除了基本的体温计啦洗手衣这些之外 那就大家挖空心思 找他们会鼓鼓他们的东西 后来发现好像还是泡面最受欢迎 洋芋片也不错 那抢颗粒也很受欢迎 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形 所以在检疫期间是透过不同的社群 去让他们彼此做这个互动 那有些是按照国家地区的群组 有些是按照不同抵达时间的群组 那有些当然是按照不同宿舍的群组 让他们各自有一些话题可以交换 出关之后呢 当然会有一些活动的安排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让它迅速 回到这个人群回到正常的生活 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些我们都可以看到 这个疫情对这些外籍学生 他们的这个影响 文长有没有特别的拍摸 因为学生真的会很担心他们的家庭 所以心情不安 这个非常的明显 所以我们有一个叫安琪小站 你有让你回到家的感觉 你觉得你要跟同学进来一起 烹饪一些小东西 烤一些面包池 所以这个安琪小站是这样帮忙 那这是一个在那个时候安定他们 因为我们也有不少同学接到家里的发生事情 那他们在挣扎的是要不要回去再回来 那这段时间回来以后怎么做 那我们在经费上的补助一定是有的 那在我们的那个整个心理辅导上呢 我们也增加很多的人力 其实我们一起想象一下 我们所有的台湾的大学最忙的就是疫情初期 那那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在垫定所的根基 那后来其实我们又建立了这个品牌 就是我们从学生照护到教学等等 那但是我们又是很多时候要保持一个适当的社交距离 所以隐移工具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或者是方式之一 赫德先生要不要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做法 对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拍一些短片 所以这里面有些是依照主题不同的 比如说健康保险 比如说他的教务上面的一些规定课程的一些安排 那另外有些主题可能是他甚至未来的工作的生涯等等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校园里面 征集了一次比赛为电影 请这个同学来拍一些短片 来帮助同样是外籍生怎么样子融入学校的和台湾生活 农校大学过去在这些沟通方式上面一直非常活泼 有各式各样的创意 那这段时间里面你校长有没有什么观察 可以来跟大家分享经验 台湾高教的最大亮点 就是我们能够提供全世界每一位学生所期盼的 实体的面对面的有人与人之间互动的校园的学习活动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台湾最宝贵一点 最近我才做了一件事情跟各位分享 我们的学生跟国际生一起他们来进行所谓的海洋上面的这样的进摊 跟Discovery正好有一个接触 他们就办了一场活动 Discovery到我们学校来做一场这个一件小事 但是可以救海洋的这样子的一个演讲 哇不得了 Discovery来了之后他很吓了一跳 因为中午400多个学生爆满学生办的活动 然后学生来参与 我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 台湾还是能够提供高等教育最宝贵的 这一个有温度有品质的一个教学 我这里就是结合影音跟我们丰富的材料 以及我们的成绩 所做的一些国际上的这个highlight 以及跟大家的这个链接 我们下面一段时间 其实跟大家稍微报告也分享 我们从利用科技 稳定我们的学习 照顾我们的防疫 甚至进发出新的这个研发能量的贡献 各式各样的这个角度 那下面一段时间我想第一个 请三位校长一起都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过去我们这个境内外学生 利用我们这个服务这个新的这个service industry 的一些实习的这个机制 那一起来 其实这个部分都必须做重大调整 也就是他们的实习经验 那大家想像未来 我们怎么样可以有机会按部就班 或者blending the model 就这个部分 有没有什么这个靠上去的机会 或者大家已经想到 可以来用出来 因为这也一直是台湾高等教育里面 非常非常重要 特别校长要不要先分享一下您的观察 如果特别是指在实习这个方面的话 那如果人已经是在台湾的话 这困难比较不大了 因为我们大家的学习和工作 形态没有太多的改变 如果他仍然是在境外的话 那这个部分就是需要靠线上来进行 当然这个我们也知道在欧美 很多当地学生的实习也都是以线上来进行 所以严格来说这个并不是真的不可行 但是我们需要在这个学校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让这个去实习的工作单位 愿意提供这样子的形态 让这些境外生能够做这样子的实习 我想这个对维系境外生的 就学的动机很热情 这还是值得做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陈校长的经验怎么样 我们的学生尤其是境外生 这个实习的部分 他当然是在境内的比较多 那他们当然另外一个就是说 希望国家在这个部分更开放 让他们能够留下来 把他们所学的可以应用到各个的场域 这些学生在台湾 让他们受到不同文化的刺激的时候 他们产生更多的能量 更多的亮点 那我们这些产业怎么样看到他们 怎么样帮他们接轨 这很重要 所以我是觉得实习方面 如果说我们的厂商跟我们的企业界 能够看到我们这些外籍生 他们的能量 因为是融合了本地的这么多年的学习 跟他们自己的文化 那把这些亮点全部的 运用在我们的产业界上 加上不同国家的元素进来 我觉得我们在跟业界 跟学生的学习上面 可以做很好的结合 很好的不同的例子 李校长来跟我们分享同校的经验 实习这件事情是需要学校 去努力为我们的境外生创造机会 因为厂商提供实习 他也有他自己的考量 他第一个考量就是我想要用这些学生 所以会提供我们境外生实习机会的 这一些产业 大部分他们都在国外 有设有不同的分公司 我举几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台湾的鞋业非常的发达 但是他们的厂可能就设在这个东南亚 台湾的金融业想要进军东南亚 他们都希望有这个在台湾 学习过的当地学生 在这个暑假或者是 冯亚大学有推一整学期的实习 到他的公司里面接受培训之后 毕业之后能够到回到他的国家里面去 来加入这一家产业 这个公司的这个团队 所以我想这个机会是需要学校去创造 我们最近有比较多的日本学生 那我们也想说 日本学生选择到台湾来做学习 那最后他们回去 要不就是在台湾的日商公司 要不然就透过我们的这一个日商公司的连结 他能够回到这个日本 所以我们也发掘了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学校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为学生开发实习的机会 也让我们的产业有更多 这个往这个国际链接的这样的机会 所以境外生来讲 对台湾来讲是一个重要的人才来源 我觉得台湾的大学是社会很珍惜的一块这个沃土 那在这里我们希望能够 nurture各式各样的talent 那这个talent 其实到最后的出口 必须能够在我们的社会里 有一个安定的地方 所以其实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理解 所以几位校长在这些角度上面 看见的是所谓这个境外同学跟我们的本级同学 在这个土地上的共同的这个意义 那么这个时间点 其实在国外的任何一个地区 其实疫情又是一个前所未见的冲击跟高峰 那我们也有自己国家的安全防护体制 我想请教几位校长 您经过这样的一段时间 您看见或者您有什么建议 当我们在新的学期 春季班准备要再接纳我们的新生 他们会来自不同的地区 可能疫情的情况都未见得轻松 我们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建议 来可以更友善地协助他们附近 然后接轨这些学习 同时在各个学校是一个务实的负担 我们都投入无比的额外的资源 才能够做这个 那从理校长开始 我们经过今年上学期的经验 其实我想台湾应该是欢迎 超过上万以上的学生进来 进来透过我们14天的检疫 刚刚贺程校长特别提到 我们的整个相关的流程 我们发现什么 没有任何一个学生真正的确诊 其实表示说我们这一个流程 事实上我们不只是面对面教学 是世界的典范 我觉得我们欢迎这个境外生进来 也是一个世界的典范 陈校长的经验怎么样 真的像刚刚李校长讲的 我们就开放要更有信心的 让我们的国际生都可以进来 只要每一个学校每一个环节 像我们过去一样做得很好 反而让世界各地的学生说 如果各国还在锁国的一个状况 或防疫的状况 只有台湾这个时候可以过来 这样做一个交流或一个学习 我觉得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点上 可以收到很多的国际生 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点 我觉得我们就是要逆向突围 召更多的学生进来 好 泰山小岗 对 我想看起来最有效的方式 还是不外乎14天检疫 但是今年我们的困境是 好像这个想法实现的比较慢 所以到真的要大规模 分梯次来检疫的时候 时间就很近了 所以后面的学生 其实已经开学很久了 所以如果能够 以这个想法出发的话 我们充分利用寒假和暑假 早点安排分梯次进行 我觉得安全性上好像李校长讲的 其实应该是风险蛮低的 但是要早点规划 采取适当的分梯次的入境 检疫 我相信这个应该是蛮可惜的 今天的这个时间 也差不多就到了这个尾声了 我要代表Fisher 谢谢三位校长 跟我们回顾2020 我们走过的经验 以及我们看见的挑战 不过我想我们共同的信念 就是在挑战中看见希望 也在往希望前进的路上 用我们的力量 以科技知识为基础 以对于所有的生命照顾 为最高指责 但是也不忘记教育的场域 其实是无边际 无国界的限制的 我们共同去珍惜这些人才 可以受教 可以成长 可以共同为下一个世代 贡献更美好力量的 一种努力的这个心情 非常谢谢大家 跟我们一同关切 Fisher是一个平台 跟所有的学校 无论是国内外一起努力 我们祝福您 新的一年健康平安 我们都一起喜乐幸福 谢谢新年快乐